电动车在台湾市占率越来越高 但离电池一旦起火 高温可以达到摄氏900度 瞬间燃烧非常的危险 新美市消防局特别采购了16张玻璃纤维的防火毯 搭配特制的底盘毛子 就是希望可以加快灭火速度 一眼林志颖开电动车撞上桥墩 几分钟之内车烧成一团火球 起火原因除了高速撞击 车内离电池如果故障也会产生高热 车子四周如果有其他易燃物灾害 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 新美市消防局添购16张防火毯 每张10万起跳 电动车只要起火的时候 离电池高温燃烧可以达900度 穿着全副装备的消防人员 有防火装有给氧面罩再加上手套 就可以拉开防火毯阻隔助燃的氧气 同一时间再用特制的底盘苗子洒水降温 特制空心铁管深入车底洒水 搭配温度感测器 确认内部燃烧状况 让它火势不要成长那么快 那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让它的烟 不要到处扩散 因为离电池燃烧它产生的毒性气体 比一般燃油车高得很多 离电池如果起火燃烧迅速 只建议由专业受过训练的人员 操作防火毯 机动性仍然不足 专业人士建议 要是真的碰到电动车火烧车 千万记得别自己灭火 先跑开报案 命比较重要 记者刘四周松林新北报道